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多辨识的练习法案 大家有没有深刻地感受到它的魅力呢 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高效练琴 高效练琴就指的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去练琴 达到正确性 达到准确性 同时拒绝这种肌肉式的练琴方法 很多时候我们在练琴的过程当中 在不断地重复错误 最后就会把错误的练琴方法不断地加深 实际上效率很低 那么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家长在陪伴孩子练琴的过程当中 也出现了很多的误区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一作答 首先说很多家长陪孩子练琴的时候 总会说来今天咱们先把这个作品谈十遍 谈完十遍之后 孩子说 妈 我练完了 这时候家长说 我觉得练得不对 我听还有问题 咱们再来五遍 这时候可能两个人就会argue起来 就会争吵 实际上家长也很无辜 因为他觉得你没有达到老师的标准 孩子也很无辜 因为他觉得我按你的要求完成了 为什么你还要让我增加额外的时间去练琴 咱们去解决它 接下来加深老师开始帮你分析 首先我们拿到一个作品的时候 先要给他划分段落 我们管整个的过程叫做分整练习法 划分段落是因为我们不希望 每一个孩子每天只是在从头到尾的 来一遍又来一遍 因为这样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比如说今天我会觉得 从第一行到第三行可能是一个段落 那好 我今天重点就练这前三行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首先我要先保证音的准确性 保证节奏的准确性 我再看看音乐的处理 所有的表情记号是否做到了 然后把技术难点单独挑出来 进行一些特殊的训练 比如说用我们前面讲到的多辨式的练习法 一开始分手到后面双手合奏 到最后我可能会完整的来一遍 这样第一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第二天可能我会重点放在四五六行 同样按照第一天的方式方法去练习 但是在最后我会把第一行 第二行第三行 然后结合四五六行来一遍 看看我衔接啊 各方面这些地方有没有做得很好 第三天可能我会关注度 在七八九行按同样的方法 一直单独训练之后呢 我可能会把第一行到第九行 完整的先来一下 然后最后再完整的把整个曲子再来一遍 这样下来你会发现一周的时间 可能我每天都在有不同的重点 在做不同的练习 但是效率会非常的高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拿 你现在练习的一首作品 跟着嘉欣老师一起去尝试 这种分整式的练习方法 那么嘉欣老师今天还会用 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 为大家做一个例子 很多时候呢 小朋友在一开始练琴的时候 他会觉得主题好简单啊 起的速度也很快 自己非常享受自己的弹子啊 好 下面一段 你会发现到第二段开始 有技术难点了 然后就会弹得开始各种混 那可能你是从头到尾顺下来了 但是该有技术难点的地方 还是没有解决 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 一开始的主题 我可能不是说我只把它弹下来为标准 而是说我怎么把它弹得好听 怎么能够把它更完整的表现出来 那可能我会关注到 它有重复的地方 怎么能保证每一遍 我会弹得不一样呢 又来一遍重复的 做不一样的处理 所以在整个主题的过程当中 我可能研究的是 第一 我的音够不够准确 第二 我的节奏是否都准确 然后在准确的基础上 因为它没有太多的技术难点 可能我研究的就是 我音乐上怎么能够处理得更加细腻 怎么能够弹得更好听 在我都研究完了之后 可能今天这一个段落我算完成好了 那么下一个段落就存在着 有技术难点 我怎么能够保证 所有快速跑动的音符 我能够非常清晰地去听到 每一个音的这种颗粒性的表现 那可能我就会用到 我们上节课讲到的 多辨式的练习方法 上来 先来一遍慢的 高抬趾 用正幅点 注意全身放松 手指尖的站立 然后倒腹点 高抬趾 在这个慢练的过程当中 你不需要去每一遍都想到 这个音乐上的处理 因为我们现在处理的 只是我们技术上的难点 好 下面一遍就是四块四慢 四慢四快 再来一遍慢的 把每一个手指头都打开 不要跌手腕 好 最后这边来快速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结合左手 第二遍反复的时候怎么做区别 好 在这样的细致的研究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研究一个曲子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它有很多的变化 值得你去思考 但当我把第二段落也练完的情况下 我结合着第一段落把它连起来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可能你会弹着弹着 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说 你会发现 我本来练得好好的 为什么等合起来的时候 又出现问题了 说明你还没有练到巩固 没有真正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部分 单独再拿出来进行训练 甚至说用不同节奏 然后你会研究一下 我到底是不是 我的执法出现了问题 还是说我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有其他的问题产生 这个都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们去进行分析 然后把这样的技术难点 再解决之后 我们再把它连起来 进行训练 所以我只是拿 小星星变奏曲 这一个部分 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因为每一个人 在现在演奏的曲目 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 是一样的 那么这时候也会有人有误区 就会觉得 那您这样说的话 我们每天练琴 可不可以就是分锻炼 可能这段练好了就可以了 其实不行 还有人会问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 每一遍我们过的过程当中 错了之后再冲头了 然后错了再冲头了 是不是这样也会能够提高它的效率呢 也不是 之所以我们说叫分整结合 就是因为一定要是在 我们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的能力 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 由家长陪伴着孩子 我们一起定出一个 今天能够完成的任务 在同时制定一个长期目标 就是这一周我们要完成的一个计划 每天首先先分段练习 然后解决不同的技术难点 然后去把音的准确性 节奏性 以及它的音乐表现力 我们都研究好了之后 再把它连起来来一遍 只有分着练 整合起来练 同时进行才能够达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效果 那么今天的欣然学情就到这里了 你有没有很开心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呢 我们期待和你相见 下一期 接下来